Hello 各位Jesca的讀者朋友 大家好 我是梁烈惠 我近來就是在拍一個叫做 《飛虎之雷霆極戰》的合法網劇 希望很快可以和大家見面 自己當然在拍照過程很享受 因為我從來未做過奸角 Penny的歌都算是我演過最奸 和是一個最主的奸角 壓力人物 開心是可以讓很多之前覺得我不行的朋友 看到其實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做到這奸角色 曾經都有一段時間是很不開心的 亦都因為新聞這些東西 就搞到自己是 精神上、情緒上出現很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都會有的 有那些叫做人群恐懼症 即是我很怕去一些很多人的地方 甚至去工作 即是公司好 甚麼都好 很多人的地方我都很抗拒 即是盡量可以不去我就不去 最失落最失落的時候 當時我太太是不在香港的 她工作了幾個月 我只有一個人 自己在家裡很空虛 又沒有工作 又不出街 那時候我還沒有女兒 又不剪頭髮 又不看表演 那些朋友找我 又不聽電話 又不回覆 自己躲在家裡 經常喝酒 後來Bob就發現我很有問題 所以他有一天就 上了我家 半鬧半開解 所以我很感謝這個朋友 還有卓熙、林峰 他們都給了很多鼓勵 做了爸爸之後 對我整個人在公在私最大的改變 是甚麼呢 就是 人是充滿愛 正能量很多 以前有很多你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人 在這一刻 你可能覺得 不再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現在就會是家庭是最重要 做每一件事之前都會想清楚 第一能不能夠有機會去賺錢 因為大家會經常覺得 即都知道 你可能一拍劇 就很難度假期 那我很難說 要拍一個戲 而那幾個月完全不賺錢 那我家的開銷怎麼辦呢 實際了很多 因為我的時間 其實不再是屬於 不再單單是屬於我自己 就是屬於我家 最重要是我老婆和女兒 另外我父母年紀都大了 所以我都要開始要真的 撲起照顧他們的責任 所以不同了很多 好可以 去那邊 那邊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